好来我们在这一边讨论总复习题2 然后他要我们求下列各式的值 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得这一个表 一定要记得 他248163264128256512102048 你一看到这些号码的时候 你知道来自2的家庭 392781243729来自3的家庭 5251256253125来自5的家庭 636216749343这样 这些都是要背了 你背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再来做他的那个练习就非常简单了 OK 首先在这一边 这个就2power1.6 乘2power2 然后1.3 所以他会变成2power1.6 加2.3 然后这一个我就乘2 然后6 4 然后他会变成2又6分之5哦 2 然后power5.6 这一个他是 啊 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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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会变成3 其实也不用减1啦 直接这个跟这个一样好吗 我的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什么 1.3power3.5 然后乘3分或3分5 一样的东西啊 直接像越减了 他答案就会变成1了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好 接着再来我们看这一题 他这一个81 81呢 是9的Square了 然后这一个49是7的Square 然后他再来power1 2分之1 减1 ok 任何号码power0都会是等于1 前提是我的A不等于0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9分7减1 ok 1其实是那个7分7啊 所以他答案会变成2分7 so 这一题就是2分7 然后在这一边2power4是16 减2power 这个减1他就导绑过来啊 2power1哦 所以他答案是14啊 就是这样 好来接着这一题 这一个他应该是这样 ok so 27power0了 他是1来的 然后 这一个是1 3power2 加 36 36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1 36power1 2 1 2 power3 所以我们在这边分数里面有分数t 然后t t上去 所以他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3power2 加 这个2power3 然后 这个是36power1 2 3power2 是9 2power3 是8 然后这个其实会变成6 ok 为什么他是6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什么36power1 2 等于6 square power1 2 然后他就变成6了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他月3 4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1又什么3分之1 所以加9 所以他答案会变成163分之1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ok 当然你写成313也是可以啦 ok 后面的那个答案是写313 可是给我我会写成163分之1啊 好 在这一边 这个 其实都是来自5的家庭 你看在这一边我们的这一个 5 5power2 5power3 5power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他这个是5power2 减2 乘5power4 1把4 5power3 1把3 除5power1 那月月 那样 所以他就变成5power-4 这个月了变成1 这个也变成1 所以乘是加加1 乘是加再加1 除是减减1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5power-3哦 5power-3 他就变成1 5power3 然后他变成1 125 这样 好就是这样 好来接着这一个18 然后这一些东西18呢 我知道18他其实是2乘9哦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是2 乘3 square power1 2 乘2 power1 over 2 power3 然后1 3 然后他就会变成2 power1 乘是加加1 2 除是减减1 在这边 ok 然后呃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个 再来乘3power2的1 12 然后其实3power1啊 直接乘3power1 ok 这一边这样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120 120 他就2power0啊 啊 我这一边多一个步骤啦 3power2 然后120 3power2 120 2power0乘3power1 然后是1乘3哦 3哦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3 然后呃 这一个呢 这这一题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18呢 我除2 他变成9 除3 他就变3 除3 他变成1 我的2神 我除2 他变成神 我除2 他变5 我除5 他变1 所以2power3 乘2 乘5 然后power1 202 然后再乘5power3202 所以他变成2power3 乘2power1 乘5power1202 乘5power3202 所以他变成2power3加1 乘5power1202加3202 所以他变成2power4乘5power2 2power4是16 5power2是25 520520 然后他会变成400 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会变成400 ok 我刚刚在那边讲520520是怎样的 你的这一个 这一个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一个是2 乘2乘2乘2乘5乘5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这一个乘上来是10 这一个乘上来是10 2乘2 4乘10乘10 400 这样其实是更快了 ok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我们 我们的这一个什么 6 square power1202的时候 我在我的计算机这一边我按6 square 然后挂胡起来power1202 嗯 因为我我这样吗 挂胡起来吗 然后我拿到的是6啊 ok 然后如果我现在用的是570ms的情况之下呢 在这一边我就有6 然后我要挂胡起来先 6 square power 挂胡1202 嗯 然后我拿到的是6 ok 我有学生跟我讲他按6 square power 1202 然后他拿到的答案是18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放这个挂胡 我猜啊 ok 他就变成18 为什么他变成18的 因为一个他是6 square power 1 就36 然后整个东西在百二 36.2 18 哈哈哈 ok 所以这一个计算机你会用哦 他很方便的 像我们这一些题目啊 在这个很复杂 这两题最后两题很复杂 最后两题你直接用计算机 你可以直接拿到答案了 你看我在这边我写成分数 18 8 power 1 1 2 然后再来乘2 power 1 2 power 1 然后下面这一边是8 power 1 3 这样所以他答案是3 你看这一边哎呦 好 你在这一边拿到答案就直接是3 所以 刚刚的这一题呢 我的这个2 power 3 然后 过来乘20 power 1 2 然后再乘5 power 3 3 2 然后拿到答案是400 所以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按的这样 ok 然后所以这一题 这这两题其实你要用这个计算机他就高难度了 18 power 2 power 挂胡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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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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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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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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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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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3 1 2 2 3 2 2 5 2 4 4 5 4 4 5 5 6 7 5 7 11然后他会变成14 x power 11 这样我的这一个他会变成 那个什么 1 x power 11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上面1乘1 1 这个乘下来变成这样 然后这一题呢 如果他是 objective abcd 这样来做的话呢 如果他是 objective 不用看步骤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 你就在这一边他就有14 你的 x 下面比较大吗 哪里大就哪里减哪里咯 5 所以我在这一边 5-6 所以他就会变成14 x power 5-611 14 x power 11 好在这一边这一个他就会变成了 p power 10 加-9-0 其实那个-0不用管他了 所以他会变成p power 1 p power 1就是p啊 所以这一题就是这样而已啊 ok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 power power的时候 他就变成 2分之1乘6 他会变成3 然后这个月就4 y power 4 除 x power 2 2乘2 1 他会变成-1 --加-1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 x power 3-3-1 y power 4-1 所以他变成 x power 4 然后 y power 3 这样 然后 然后这一个呢 他就会变成了 a power-3 b power-1 然后 b power 6 a power 3 然后 a power-3-3 然后 b power-1加6 所以a power-6 b power-5 然后他会变成 b power 5 和 a power 6 同样的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就直接 b power-1加6 b power-5 跟-3 下面的比较大 所以他是3-3 -3 大-小 所以他变成b power-5 然后 a power-6 这样 ok 呃 我 这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发现的一个规律了 那个规律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 m over am的时候 如果 正常我们是 a power m-m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我的m大过m 上面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会把它想象成 a power 什么就 一把 a power m-m 前提是我的m大过m 这样我就可以这样做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的这一题呢 64 64的话 我们知道他除了变成2的加速之外 他也可以变4的加速 也可以变8的加速 他是4 power 3 ok 这样我全部都用4了 简单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会变成 4 3n 乘 4-n 等于4 power 3 所以他变成43n加-n 等于4 power 3 等于4 power 3 4 power 2n 等于4 power 3 所有的2n等于3 我的n等于3 2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然后这个我把这个搬过来 7 power p 加1 等于3 43 我们知道343呢 他是7 power 3 ok 这个也是我让你们背的其中一个 343 7 49 343 所以在这一边你就直接有p加1等于3 你的p等于3减1等于2 所以p等于2 所以在做这一刻的题目的时候呢 你有 背 跟你没有背 这一个表的这些号码 你有背 他就会变得很简单 你没有背 他就有一定的难度 像那学生看这343的时候 他就想 343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ok 如果他用的是570ms sorry 我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 ok 他要一个一个这样去试哦 然后 可是如果我用的是这一种啊 5701 打差的话呢 我还可以这样343 等于之后 我按shift fac 他会建成7 power 3 啊 这样 好 好 来 接着这一个9呢 他是3 square 然后3y加4 273 power3 y加3 3 power6y加8 等于3 power3y加9 所以我的6y加8等于3y加9 然后我的6y-3y等于9-8 1 3y 所以y等于1% 所以我拿到我的y等于1% ok 然后这一个呢 他就3 power n加3 和2 ok square root就是 什么我的这个square root 呃 a就会变成a就会变成a power102 这样的东西啊 这个他就是102 7 27是3 power3 n-2 所以我的这个 什么n加3202等于3挂弧n-2 然后我的n加3等于我把这个乘过来2 然后乘3挂弧n-2 2乘3是6哦 6n-12等于n加3哦 ok 还是我在这边我先 呃 把它变变成3 power3n-6 我这样跟他乘进来先 所以我的n加3和2等于3n-6 我这个乘2这边也乘2 这个也乘2 然后2跟2月 所以我这边我就有n加3等于6n-12 然后我的6n-n等于3加12 15等于5n 然后我的n等于15除5 然后我的n就会是等于3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n等于3 就是这样 好来这一题呢 他这一个 呃 你你有两种方法来做啦 像我我自己本身我能够很快的做到 就是我看的处呢 就是说 这一个是1个3 power x-4个3 power x 他就会1-4-3个3 power x 加3等于0 然后再把这个搬过来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3等于3 挂弧3 power x 3是3 power 1 所以这个3 power 1加 x 所以我的1等于1加 x 所以我的这个x呢 会是等于1-1 等于0 所以我拿到我的x会是等于0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let y 等于3 power x 所以我的y-4y加3等于0 -3y加3等于0 3等于3y y是3 power x嘛 所以3等于3乘3 power x 呃 或者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看我的这个3跟3我可以约吗 1等于y y是等于3 power x 所以3 power x等于1 然后1其实是3 power 0 所以我拿到我的是x等于0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个计算机来按 这一个呢 我有3 power alpha x 然后-4 挂弧3 power alpha x 然后加3 shift solve 放随便那个号码放1等于再等于 然后计算机就给我x等于0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然后我也可以做怎样的方式呢 我就直接在这一边 他的这个是3 power x-4 3 power x加3 我按clc 我放0进去 他出来的会变成0 嗯 这样他就是0哦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答案 这个呢是怎样的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check 我的x等于0的时候 3 power 0-4 x 3 power 0 加3 这个是我的left hand side 1-4 x1加3 然后1-4加3 1加3是4-4 0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所以我的left hand side等于我的right hand side 这样他就正确了 ok 所以这一边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ok left hand side等于right hand side 这样 check check answer 好在这一边呢 这一个呢 他这一个是5 power 2 x x 3 power 2 x 225他其实是15 power 2 ok 225 你看我的这一边15的square 那是225 ok 然后 其实你的225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他fact 他是3 square乘5 square ok 所以这一题呢 他有两种做法 我觉得有两种做法 ok 呃 在这一边呢 第一种做法是像我这样 这个是15 power 2 然后他的power一样 所以我里面呢 可以乘上来 355 5乘3 power 2 x 等于15 power 2 15 power 2 x 等于15 power 2 所以我的2x等于2 x等于1 另一种方法呢 是 5 power 2 x 乘3 power 2 x 然后这个是3 square 5 square ok 我的这个225 我除5 他就有45 除5 他就有9 除3 3 然后3 1 所以我的5 跟5 这个对比 你看我的这个5跟5的对比 这边 这个跟这个对比 所以我的5 power 2 x 等于5 power 2 所以我的2x 就等于2 同样的 我在这边我的3跟3那边对比 3 power 2 x等于3 所以2x等于2 也是一样 出来2x等于2 所以x等于1 这样 这样我就拿到他的答案了 啊 ok 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在这一边 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是 A乘B POWER POWER 他变成A POWER N 乘B POWER N 就是这样 这一些 这样 平时我们是这样过来 然后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 同样的POWER 就是说他在这一边 这一个POWER 2x POWER2x 同样的POWER 然后他POWER抽出来 然后5乘3 这样 ok好 就是这样啊 XPOWER3等于216 XPOWER-2 所以我的XPOWER3等于216的时候呢 我就变成QLOT of216 然后他变成6 所以我的XPOWER-2的时候呢 他会变成6POWER-2 然后1乘6SQUARE 然后他变成1乘36 好 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然后这一个2XQUARE等于18 所以我的XQUARE会是等于18除2 等于9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加减SQUARE-9 等于加减3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的3的SQUARE会是等于9 我减3的SQUARE也等于9 所以当他的XQUARE等于9的时候 我的X可以是加3 也可以是减3 然后他要的是XPOWER-3 ok so我的X等于3的时候 XPOWER-3就等于3POWER-3 然后1乘3POWER-3 然后1乘27 然后我的X等于-3的时候 然后XPOWER-3等于-3POWER-3 然后1乘3POWER-3 然后1乘-27 然后-1乘27 ok在这一边我要跟大家讲一样东西 在SPM里面呢 他的批改方式 如果我有这一个5-7 减我放在外面 他是正确的 然后我的-5-7我减放在上面 他是正确的 可是你写这个5-7的时候呢 他就错误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数学里面呢 我们要求分母的部分 不要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分母的部分 不要有小数分母的部分 不要有分数分母的部分 不要有剪分母的部分 不要有set square root这样的东西 啊 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这一边的这一个 呃总复习 ok 2 就讲到这一边 他接着21题开始 就是LOCK的题目 LOCK的题目 你们FORM3是没有学到的 ok